大家好,我叫韩杨 我来自东北内加特的 我是一个一直在减肥路上的男人 我在北京四家影视互联网平台 做产品运营工作 并曾经在三个月完成用户拉新 影视用户5000个 和影视剧本项目2000个的一个成绩 然后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现场 想寻求一家 能带我雄起带我飞的公司 谢谢大家 长得很喜感 是 我看你这个经历有点意思 装过垃圾 坑过爹 做过培训 减过肥 后来做上了动画专业 是的 是的 在我初二的时候 其实以前都是倒数一二三名 然后后来 所以我妈说 初二儿子别念了 我说太好了 然后后来我妈说是这样的 你不干之后 我们有一个工作 想让你去尝试一下 叫城市美容师 我说好啊 当我第一天上班之后 我还穿七服过去的 结果后来一看是装垃圾 我觉得这不是我要的生活 所以后来我去学了计算机 就是学了这个动画这块 从第一次考试 我发现我就不一样了 考了第一名 正数第一名 后来我上的中专 就没有低于前三 然后也是第一次去在那种培训机构 找到了自信 减过肥就不用说了 没减成功吧 成功了呀 你不是孩子这个样吗 我最开始两百三呢 现在呢 现在是一百八十多 也没减少 四十斤呢 他一直在做减肥 但是还那么胖的时候 我们其实觉得 可能这是一个没有 有很多想法 但是他一直不太复读实践的人 你别看这小伙子 挺扎实的 然后看上去挺喜感的 你知道有多少女生追他吗 而且还有女生追到他的寝室去 他说的 我觉得喜欢我的憨厚和才华 憨厚 憨我们看出来了 厚我们也看出来了 才华在哪呢 身材的吗 真的才华在哪 你肯定有逗女孩喜欢的高招吗 就是因为上学的时候嘛 就是像什么会一个beatbox啊 会beatbox会点文艺 对对对 然后就是 我是在学校 是第一个以学生身份 给学生做培训的人 就是外表彪悍内心细腻 对所以后来就是有女生啊 就是给我买吃的呀 写情书啊 真的这都是真的 真的真的我们都信 那我就特别想问一下 你的这种才华在动画方面 体现在哪一些工作成绩上 是吧 你是动画方面的才华嘛 对不对 你这样来说吧 你完成过多少个影视用户 就是入住啊 在三个月完成过 五千个有效用户注册 那你这个带过多少人的团队 十个 那你可以去应聘这些后期的知名的团队进去做呀 其实我对运营销售 我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你想做销售 你不想再做技术了是吧 对对对 为什么呢 你既然在动画在这方面这么有才华 你干嘛去做销售呢 改作业了 你要知道这个收入挺高的 做后期 是不是你之前前面的表述不准确 因为我看你简历上前面四份工作都不是技术类杠 都是运营商务销售的杠 没错没错 运气一次不好 我觉得很正常 但是连续几次 刘海就同样的选择 选择公司都倒闭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人他在择业上 他选择上也是有问题的 我看你因为之前你有几份工作经历嘛 基本上看新简历来讲的话 都是要办公司倒闭了 要办公司项目没有了 要办公司就是公司人调整 你被解聘了 连续四次失败 跳一次失败一次 然后一年跳一次 好辛苦呀 然后好不容易跳完又失败了 而且我们也会特别怕你来 对啊 怕你来是我们 但他每次失败 薪水都往上涨啊 就是你看企业和看业务的时候 你没有判断吗 我做人是为什么要坚持下去呢 因为这四家公司是一样的 你既然知道他会有问题 为什么你还会选择呢 因为我在这个行业已经深耕了很长时间 我想在这个行业 就一条糊涂就要走到 为影视做一个管理 因为现在未来二十年可能是这个互联网加各个行业 但我相信未来是 你做运营的 做运营的其实要挖掘需求 你这三个项目都是 你最后是项目停滞结束的 如果咱一条道走到黑的话 可能都会再跌到同一个活动 我们一直在解读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影视互联网加需求 我是帮这个行业走不了 走不前进了 所以我要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现场 寻求一个改行的机会 也就是说你接下来不干传媒行业 对的 你想干别的行业的运营 是的 那别的行业你没干过 可以聊啊 就是可以聊 你没干过你得学习 我在学习 我来之前我其实我对咱们15家企业 也进行了一些了解 所以也想在一家 那你研究之后得出的结果是哪几家你想去的 我们看看谁中奖 我们看看谁明年就黄了 来来来 你说吧 第一名就是健康有毅力 恭喜恭喜 不会的 衣服穿的都那么搭 来来第二名 第二名第二名就是 我们的恩度里大名 一对四一手 第三名第三名 有第三名吗 有第三名 第三名谁 就是曹总这块 没有了吧 你好像健身是吧 对 别急啊 就三个是吧 好 为什么这三个你感性 首先是这样了 就是因为现在大健康发展 我觉得这个未来 这个无论是AI加这个健康行业的一个布局 还是我们实体这种健身房都是一个很好的 并且是要吃的有健康 我觉得我热爱减肥的这种需求比我影视要强烈 所以我相信我的到来不会让你成为我一二三四家 这种状态了 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选了 因为你看你从吃到健身到大米都是为了健康 因为心里已经很变态了 所以身体一定要健康 没错 没错 大家可能也是在短暂的时间对我不够了解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我无论是到哪个行业还是哪家公司 我都会全力以赴去工作 你要求多少钱薪酬 一万二 你倒是不吃亏啊 你吃也吃了 减也减了 薪水一点没减的 你跨了行你一点损失都没有 因为他还有税用期80%嘛 海洋高了呀 你这开的薪资太高了 你这么跨界 做销售的底薪 线下卖大米 你之前都没干过 做勇士做运营 没关系的 怎么往高里找呢 我觉得他可能有点太聪明了 然后机灵过头了吧 所以他已经很习惯于把自己的汉后当成一副外衣 去给大家展示 我是一个汉后的人 你们应该相信我 我可以很踏实 我问你调不调 你改了行 你显然是要付出一定代价 你改不改 我想说 就是把我的这个 先回答我的话 好 调不调 不调 好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是值 但怎么值 经常这个节目是会问到的 对 就不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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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嘛 说嘛 是这样的 因为我就是当时我也想了 就是看了咱们那个之前 我们健康友谊这块的所有的一些资料 咱们其实对于减肥这块 我倒有一个想法 因为咱们可能是下面做很多社群 因为我不是有影视的一些小资源吗 如果要是我来到这边 我从产品的角度我能提供什么 我从运营的时候 我能具体三个月带来多少个用户 这是我实在在的 具体我一万也好 一万二也好 我觉得其实各位企业家 不会在乎这一两千块钱的 但是我很在乎 但是所以就是我也相信 我对我的到来 一定会让企业家会满意 如果不满意 你也可以在试用期的时候把我辞掉 但是还没把你辞掉 他已经倒了 来第一轮选择去 还有留下的都是命硬的 还有吴战灯 汤姆哈斯 天生我有财 谢谢大家 你的beatbox好可爱 就特别有喜感 这是为什么 你也喜欢上他了吧 能不能说以他的beatbox来节奏 你来一段舞蹈呀 来 好 来来来 掌声欢迎路比 来来来 来掌声 那我就简单节奏吧 好不好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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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红的 有才华 来 我们进入职场情商客谈 领导在公司年会上宣布 今年开始取消团建费 以后每个季度要考察文化价值观 占比要超过业绩部分 请问领导的用意是什么 可能公司最近 就是业绩和这种融资情况不是很好 所以就是先给我们的员工团队打下这种警钟 但是我们也可能会面临着这个融资的一个就是进入 所以就是他会做一个警钟的一个提示 好 他回答的怎么样啊 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从员工的角度可能大家看到的都是觉得公司在减少预算啦 公司对员工的绩效考核要求越来越高 就是想苛扣员工 其实大多数公司在这个时间点上敢做这一类的宣布的时候 通常他们确实在管理上有意识的改变 不应该让大家好像啊 都是养尊处优什么都可以 如果这个公司在这个阶段能做这样的事 我反而觉得这是一个好公司 所以他的回答打多少分 我觉得他可能稍微偏负面了一点 但是这确实大众心理 所以及格分还是有的 好 你其实应聘除了运营还有销售港 对吧 你如何去帮我们这样的传统的这个企业来拉新 你会想到哪些做法 实际的做法就是我会通过一些宣传单 就是我会做一些调研报告 宣传单 你会用健身来看一下 不是不是这样的 我要去对咱们这个店进行这种用户画像 是什么样的人群 他做什么职业什么经济 我了解完这些之后 我再去做一个实际的匹配 你说的这些停留在概念上 就是大家都能说 就是网上看了一些文章或者 大概就能把它也表述出来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吸收你进来 就一定要快速看到说 你在这个团队里头 能在哪一个特定领域里头 是成为有特长的人 或者更进一步说 其实你刚才的整个这个表述 没有具体的动作 也没有什么特别 实际上已经传递了 你的确是没有真正的做过 实操的这个经验的 就是从你刚才的表述的话呢 其实我们是看不到 比方说你说的一万二 这样的一个价值的 销售的无则底薪真的没有那么高 除非你是带团队的 咱不说了好吗 来他思考一下 销售的底薪 调 调 如果做运营调到多少 运营不调 销售调 销售的底薪调到多少 销售底薪调到八千 调到八千 怎么搞呢 坦率来讲 其实有给我offer一万的 对 其实就是销售 那你为什么不去呢 因为我觉得就是 我其实还是对健康行业 一直是想尝试一下 虽然都觉得 我这个能力需要提升 没错 不断地提升 就大概一个这样的情况 说白了 今天整场面试下来 我只能得出一个结果 请说 你并不憨厚 来第二轮选择 销火龙 来第二轮选择销火龙